很多男生都很怀念这当兵时操练出来的壮硕体格 不过退伍之后您是不是肚子变大身材也变形了呢 现在有一个猛男保证班 保证帮男性锻炼出健美的肌肉 还有所谓的型男训练班 把宅男变形男 围成了一圈喊起口号 既雄壮又威武 这可是猛男班上课展开魔鬼训练前 一定要的啦 要练出漂亮的六块腹肌 先来个三十下特身两握起坐 还有握力棒 两个两个互相打气 他就是猛男班的健身教练詹豫章 去办猛男要宽广的肩膀 接下来就有雄厚的胸膛 然后粗壮的手臂 自然就构成莫名安全感 猛男保证班的成员 有业余的model 有上班族 有四五十岁的熟男 人家说四十岁的男朋友出一只手 他不会出一只手 他的体能 最跟他的外表是合二唯一的 真的 所以主要是有俊俏的外表 而变得有自信 年轻 之前背好像是排骨 现在背都有背肌 背肌秀一下 可以打一下吗 打 好硬啊 现在每个体格都像是海军陆战队的蛙人弟兄 有人想变成猛男 也有人想成为型男 这一堂课的内容是型男基础改造 专门教男生造型 穿着 甚至和异性交往的技巧 第一个你看 他穿的这个衬衫 颜色还有 就是 条纹 是非常不入流 不入流 然后T恤这边 有没有看到这袖子 也很大 然后感觉很不合身 在老师的眼里 他们的型男指数是零分 得从头到脚 大工程地进行改造 换上了流行的T恤 牛仔裤 接着变化发型 甚至还要修眉毛 他原本不是这样 哇 简直是变了一个人耶 当心男的感觉 真好 现在有型男就是你 觉得自己很宅吗 或是想成为有肌肉的猛男吗 这一年头只要我喜欢 没有什么不可以 记者就来语张书鸣 他就来读决